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绿鹰如海 生机盎然 向东南方向 沿着蜿蜒的山路行驶二十八公里 就到了高岭村 吉林省延边州 河龙市南平镇 北部一个古朴的村落 走进高岭村 最先映入眼灵的 就是一桩桩排列整齐的房屋 白墙灰瓦 屋檐湾区上阳 宛如湛池玉飞的燕子 展示着高岭村的勃勃生机 村里的水泥路归正平潭 村貌正皆典雅 如果不说 你很难想象 三年以前的高岭村 并非如此 贫困 破旧 是首先 跳进你脑海的字眼 三年前的高岭村 因为耕地少 严重空心化 饱受贫困煎熬 原来的村子 共有十二个自然屯 住户严重分散 在此户数三百九十五户 共有村民九百三十三人 而实际在家的却只有 一百零八户二百一十人 而这二百一十人中 还大都是因病制贫 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 这也直接导致了 高岭村劳动力的 严重缺乏 要产业没产业 要项目没项目 村民靠天吃饭 只能勉强填饱个肚子 没有资金 发展不了产业 没有产业就留不住人 这让高岭村一度陷入了贫困的拐权 咋让高岭村村民早日摆脱贫困 成为党委政府关心的最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重裁提高脱贫攻坚成效 关键是要找准路子 构建好的体质机制 在精准施策上出十招 在精准推进上下十功 在精准落地上见十效 2016年新年上班第一天 吉林省的脱贫攻坚战全面打下 省委书记巴英潮鲁 赶到高岭村扶贫联系点 走访调研时指出 高岭村贫困人口多 老龄化严重 村集体经济薄弱 自然资源匮乏 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在脱贫攻坚进程中 拔营潮鲁高度重视 挡箭扶贫的关键作用 祝福大家要履行好 引领群众 服务群众的基本职责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更加坚实的组织保证 经过上下一心不懈的努力 一整套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举措 相继落地生根 两年多来 高岭村脱贫攻坚效果如何 村民过得都好吗 本期的好好学习 就让我们走进高岭村 记录那里的扶贫故事 本期好学生团队 由吉林电视台主持人大拙 携手致力于电商精准扶贫的 创业达人 吉林省阿凡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泰春 沿边州州委信息处 工作人员金城国组成 好老师 由我们的老朋友 东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金明 和实委党校严锡安老师 共同担任 安岩湖南平镇镇长 自到2016年初 开始抓高岭村的 异地搬迁工作 每周除了完成手头工作 他都会来到村部 和村干部一起 研究具体的工作安排 安岩湖告诉好学生们 三年前的高岭村 几乎八成村民 都处在贫困县以下 居住条件差 基础设施差 村荣村贸业差 说起这个村 就一个字 穷 12个屯落 居住分散 交通不便 不利于扶贫开发 经过把脉汇诊 一项令高岭人 振奋的异地搬迁计划 浮出水面 好学生说明难易 安镇长决定好好带大家到村里转转 2016年 河龙市政府把高岭村纳入 异地搬迁扶贫市店 决定把12个自然屯 集中整合成两个 为了确保高岭村 异地搬迁工作顺利进展 安言虎和同事们 开启了5加2 白加黑的工作模式 当起了村民联络员 村民有些人念旧 不累到新房子 因为新房子 他们认为 不如老房子自在 所以有些人 这个不太愿意搬到新房子 机关干部每天起早躺黑的 挨加入或者做工作 这样子到早晨15点钟 那个农民下地干活之前 就到家里 白天都去干活去了 没人 只有利用晚上时间 又挨加入或者做他们的工作 早是忙到下半夜 安言虎悄悄告诉好学生 搬迁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个别村民还坐进了钉子户 有位村民 家里有一块木耳基地 对方放话 不给60万就是不搬 而经过评估 这块地实际价值为14万左右 通过我们天天去做工作 或者这个人不耐烦了 甚至开玩笑的时候 哪天拿麻袋把我装进来 扔河里头去 跑成泥腿子 就能找到金点子 安言虎和同事们 耐心做思想工作 告诉他基地没执照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而异地搬迁 将会安排一块新基地给他 交通方便 免级又大 更方便木耳的生产和销售 经过细心耐心工作 终于被大伙的诚心感动 同意搬迁方案 因为我们是朝鲜族村 家家都要腌炮菜 都给他们整了菜窖 之前就想好了 对 完了还有仓库 也都给他们建了 人兴旗 泰山仪 从2016年5月2日 破土动工 到2016年9月 140栋白墙灰瓦的新房 如期完工 实现了当年开工 当年交房入住 整个高岭村 从此焕然异新 通过异地搬迁 村民们终于挪掉了穷窝窝 现在像我这腿脚不好吧 你上厕所 费老金了 上到外边的厕所 上这厕所好点 是吧 就坐边 是吧 以前就给盖的房子 盖的房子 这不是过了那么些年 这个父亲 又给盖的房 又搬过来 这位置也行 盖了两次房 自己都没花钱 那个是天天烧火 不烧火不行 这个量 地方个做饭 那个密气 用密气这样 好也好啊 那个房子 那个药倒了 经常的天天害怕 完了蛇还老屋里边进 那个不严实 那个墙有缝子 这么宽地缝子有 完了蛇也屋里边进 那害怕 这边这个房子好 那不用害怕了 放心了 当时没盖的时候吧 那时候就知道 这个地方是我的 晚上的话 一转瓦起来以后 就我们天天来看 盼望这个 这个房子 早点住进来 一比半天之后呢 我们这个 这个生态环境 优美的这样的 自然环境 这块住 为我们以后发展 这个乡村旅游 各方面都通过了 很有利的条件 也为以后我们 这个我们出去的村民 返乡创业这块 也封找了很利 然后这个 或者空间 这古时候有 鱼工遗伤 新时代有高龄搬迁 其实这样一种 惊喜对比 它可以看出的是 我们在面对 这个贫困问题 我们在脱贫 致富的这个道路上 我们的一种思维的创新 我们这种 观念的变化 其实这也反映出 我们党中央 在脱贫工作上的 这种决心和态度 就是异地搬迁脱贫 它也是精准复兴的 一个重要手段 通过异地搬迁整合 高岭村 有原来的12个自然屯 变成两个 140栋各聚汉族 和朝鲜族特色的房屋 提前交到了村民手里 新家园开启了新生活 一开始用的不敢使 还怕 一顶碰一下 这样吧 晚上来吃点清淡的好 以前那个房子特地冷 那个都 我们烧火的时候吧 就是那个冬天不有热气吗 我们不用开门放 那热气不知从哪儿出去了 往那里上外头一瞅发 从二层棚 糊糊地放出跑热气了 就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 有一组特别的客人 来到了高岭村 长岭县大兴镇顺山村的 第一书记 薛志军 也带着自己的小团队 来高岭村取经来了 比较深刻的体会 就是异地复兴搬迁 这种政策 这个政策 应该说 利用得非常好 这也是现代农村 发展一个方向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给我们长岭县 包括全省其他地区 也输了一个标杆 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把散在的居民 聚合在了一起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 不仅从眼前讲 改善了我们村民的生活质量 也树立起了我们村民 脱贫致富的这种信心 那么首先呢 我们对于 伊地搬迁的这类贫困群体呢 我们要求 首先能够搬得出 第二个呢 搬出之后 要从其他方面 尽量地予以满足 让它享受和感受到 新搬的这个区域的生活 比它原来得也好 所以说我们要坚持稳得住 第三个呢 就是说搬得出 稳得住的基础之上 要让它长期的 能够在这个地方 自食其力的 后续性的发展的话 我们提出一个原则 叫做还能致富 明知所望 施政所向 就在伊地搬迁进行的同时 一场产业扶贫的攻坚战 也打响了 省委书记巴英潮鲁 在高岭村考察时指出 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有效途径 要立足贫困群众 增收致富这一核心 依托本地资源优势 因地质疑发展特色产业 这两年 省委书记开出的药方 在高岭村的脱贫攻坚之路上 发挥了关键作用 高岭村实现村屯集中整合后 腾出的宅基地 也被派上了新用场 甚至可以说 变成了村里脱贫的宝地 真正美好生活的实现 不能仅仅停留在 我们有美好的居住环境上 更重要的是讲 我们能不能有支撑 我们明天将来以后 代代美好的这样一种 生存的条件 这个就需要涉及到 我们能不能在这种 集聚的条件下 因地质疑的 富有特色的 开发出适合我们当地 居民生产生活的 这样一种产业 高志军 是高岭村的第二人第一书记 尽管从第一任书记手中 结果接力棒才刚满四个月 此时的高志军早已经把高岭村当家了 从吃到住到工作 24小时不离村 见到高志军的时候 已是下午时分 我们一地搬迁之后 一共建了140户 然后采用的是 现代化的供断措施 每个老百姓家里 采用的是清洁能源 电锅炉供断 这样我们结合供断用电情况 我们建了光伏发电项目 包括这个深厚的 还有那个百姓家 房屋上的发电板 发的电量 相当于给每个贫困户 分红3000元 解决了大部分农民的用电 和供暖问题 用依山傍水 来形容高岭村的地理位置 再恰当不过 高志军告诉好学生们 原来村子里都是旱田 打梁少不说 就是承包出去 也赚不了几个钱 种地竟能勉强解决个温饱 还要看年头好不好 考虑到搬迁过后 留下的部分土地 必是低贫 高志军他们 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发现 土壤情况也很好 于是高岭村的 又一项脱贫工程 旱田改水田开始了 前面就是我们的 旱改水项目 旱田改水田30公顷 然后按照 一赏地2200的价格出租 现在来看旱田改水田之后 对老百姓 肯定要起到了一定的增收收用 高志军告诉好学生 这旱改水 只是给老百姓 增收的一项小举措 让村子里实现造险式脱贫的 是他们的两张名片 他还卖了个棺子说 这两张名片 和两种动物有关 家乡的亲人 是萦绕在游子心中 永恒的梦境 北京离乡 在外漂泊的日子虽然不好过 但是回到家里又无事可做 这让唐靖坛不得不忍受着 私乡的煎熬 三年前还在城里 坐着汽车销售的唐靖坛 从来也没想过 自己这个跟汽车 打了近20年交道的人 有一天会回到家乡 养起了驴 说起这事 还得从脱贫攻坚战中 一个鼓励返乡创业的政策说起 俗话说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为了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 2015年 何龙市政府 为返乡创业者 提供涉及土地 缴费 技能 贷款 等四项12条优惠政策 这些创业政策的力度 是前所未有的 了解到这些 唐靖坛决定 放弃老本行 回家养驴 回来之后 正好赶上脱贫 脱贫攻坚战期间 我们就在 异地搬迁以后的基础上 然后开始建的律师 政府部门的牵引 高岭村 对我们厂区 投入了 570万元的投入资金 作为每年 给他们按照固定分红 久违攻 扎实推进 经过多方筹建 2016年 何龙市顺和新牧业有限公司 投资3000余万元 以每公顷每年2200元的承包价 在高岭村租立土地58公顷 建设了高岭旅人 在我们厂区工作人员 他们的最低底薪都是3000元左右 也是带到老百姓的几种模式 第一呢 老百姓是能得到固定的分红 第二 有养殖能力的人 我们给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总员 养殖 红图片 还有是那个 就是委托带养图片 唐靖谈说 这里的驴 长在长白山脚下 饮的是自然山泉水 吃的是天然牧草 产品质量上乘 销路自然也不成问题 目前 已经和山东 东欧 欧郊等知名企业 签约订单 说到这儿 要是经济认为养驴 就只能卖驴肉 那您真是落伍了 人家高岭驴园的驴 还要卖驴奶 驴奶是这样 驴奶它的营养成分 是经济于人乳 这个是经过 这个经过科学认证的 而且这个驴奶粉 现在东欧郊的驴奶粉 已经是上市 已经上市了 而且价格特别可观 不仅如此 高岭村还计划利用 生态环境优势 和民族风情特色 建起一个新型 现代化牧业小区 既靠畜牧业生产 又做休闲旅游观光 我们起的一个名字 叫做驴友之家 驴友之家 对 驴友之家 来认养 一头小猫驴 很可爱的 而且通过这个外养 喂养之后呢 它每周或者是每个月 来了之后呢 带着孩子 带着家属外 去喂喂自己的小驴 每天通过监控 看自己的小驴 成长到什么什么程度了 因为他们随时 通过这种任样模式 我们想把它打造成什么呢 把游客变成顾客 开队药方子 才能拔掉穷根子 目前高岭驴园 年利润已达300多万元 累计为高岭村村民 分红69万元 一坨高岭驴园 每户村民平均 每年增收2000多元 我来了将近二年了 以前没上这来的时候 家里头挺困难的 完了现在在这 月月给我开工作 完了年中还有分红 现在这个生活其实挺好 饲养员也稍微差了一点小驴 一年能收入两三万块钱 我希望是通过我这个养驴产业 能够带动我家乡的这些农民们 农户们能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那么养殖业之后就有加工品 这些加工品就通过我们的销售网络 能够销售出去的时候 这就是一种巨大的一种转化 那么这里的乡村里有民宿 还有一些这种特色的风光 都会成为以后吸引外地游客 过来的一个特色 那么在这些点上 我觉得做足文章 通过一系列的包装营销 还有对外的一个展示 他们将来会有很大的一个机遇 来发展 咱们高岭村这种入股情势 会持续地为苹果去造血 达到一种长俏扶贫的作用 我们也看到当地政府很有针对性 也很有魄力地引进了驴的养殖 特色产业的这种兴起 我们看见有不少青年开始返乡创业 他们开始回到了当地来建设家园 其实这个就很好说明了 就是我们异地半仙之后 它整个这个政策就活起来了 整个致富它就活起来了 所以人心活了之后 产业它就起来了 我们走出气的人还可以走回来 包括最近习总书记提出了 脱贫攻坚的三个着力点 第一个着力点 就是要着力地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第二个就是着力地夯实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的基础 第三个着力地加强 扶贫领域的作风建设 如果说能更好地抓住这三个着力点 将脱贫工作推向下一个阶段的话 那意味着未来这个区域的 可持续的发展就有了保证 总基层 搞调研 吉林省广大党员化身好学生 在实践中学理论 用理论 增强理论自信 吉林电视台好好学习第二季 学而行 学而用系列 大幕开启 说到这高岭村的另一张名片 就是这些毛茸茸的小可爱 丹麦天鹅绒雕 别看长得小 它们为高岭村带来的财富可是不小 好学生们来得很不凑巧 五六月份正是雕妈妈坐月子的时间段 工作人员说 如果受到惊扰 很可能发生雕妈妈咬死宝宝的情况 但是一点点遗憾 好学生们决定跟随厂长 到新建的厂房去看看 新建厂区 就是一共我们建了15栋 今年那些情况看 产子过程现在挺好 马上结束了 今天产了1万多 鱼鸡小岛能达到5万到6万 孔厂长介绍说 2016年5月 吉林省长白山种雕养殖有限公司 高岭两种雕基地落户高岭村 1万5千只丹麦天鹅绒种雕 坐着飞机不远万里 从丹麦来到了高岭村 什么时候标第一批进来的 第一批进来是17年2月16号 因为那天我也到机场去接调了 就算看着自己孩子 飞机下来了 回家了 可下回家了 我们就像当父母是迎接的 因为当时我们认为 好像这个厂区见不完 不一定能无期进来 最后真接 有了兴器 怼了路子 脱贫攻坚就能加快步子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 公司年产雕18余万只 产值达到6千多万元 雕皮全部出口至俄罗斯 土耳其韩国等国 每年可为高岭村村民 分红30万元 扶贫基金的5% 16年25万 17年30万 变成6% 除了基金以外 我们还要招呼一些村民 来进行工作 无法割舍的一抹乡愁 让创业者们 在乡村充满新希望的时候 纷纷返乡 高岭村脱贫攻坚的大幕 开启两年多来 已经发展起驴人 雕场 木耳种植等项目 这让村民腰包也鼓起来了 实现了从书写到造写的蜕变 由于高岭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 新建成的民居中 有25户闲置 村里全以每户 每年2000元的租金租下来 2018年年初至今 已经接得了800多名游客 营业收入10多万元 风格既有我们朝鲜族的特色 另外住的还像宾馆一样舒适 每年特别是到六七月份 这边的风景特别好 气候也非常宜人 欢迎大家到我们高岭村来旅游 做客 村在井中 井在村中 村井郊中 美如画中 傍晚时分 这座边境小村落 却并没有因此而安静下来 村子里居民大部分都是朝鲜族 不论男女老少 唱歌跳舞是大家的强项 为了丰富村民的体育文化生活 村里还修建了篮球场 安装了健身器材 最热闹的 还要数美洲在这里准时上演的 特色广场舞 民族服装穿起来 欢快的舞蹈跳起来 宽敞的民居住起来 富裕的日子美起来 精准扶贫 不是一日一夜的功夫 而在于日日夜夜的努力 到今年 高岭村 共完成了农田水利 安全饮水 道路桥梁 绿化 通讯 文化广场等 三十五项配套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村里人的生活环境 实现了质的飞跃 我们刚才跳得高不高兴啊 高兴啊 给毛利啊 还有 掉皮 那个 他们国家给我们补铁 现在以前的生活比较好 现在的高岭村 已经是 换人一心了 现在唯一的 就是叫老百姓 更加幸福 在精神上 比如说 给他们创造一些 可玩 可看的 因为毕竟都是老年人 只要心情愉悦了 身体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幸福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十九大报告当中 我们提出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那么在现在的民生推进过程当中 我们的底线和我们重点是什么 那么很明确 就是脱贫空间工作 我们要将脱贫空间工作 解决好了 事实上是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关键阶段 我们实现了民生领域里面的最大的空间 2018年是脱贫空间的作风建设之年 作风过硬 才能更好工程拔债 身为书记八英潮鲁 曾先后五次来到高岭村 对村里的脱贫空间工作 亲力亲为 出点子想办法 对高岭的特色重养值 光伏发电 公共文化卫生服务建设 青年返乡创业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工作 都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要求 勉励村民要发挥脱贫负的能动作用 把高岭村建设成为 山清水秀和谐富裕的新农村 现如今 经过两年多的脱贫空间战斗 村里的土坯房不见了 安居房多了 山里扎土路没了 水泥路多了 迎来看病难 现在村子里也有了24小时的住村医生 还享有医疗补助 迎来看电视 要接室外天线 现在和城里人一样 看上了有线电视 高岭村从2012年人均收入2000多元 到现在的8000多元 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也达到5000多元 实现整村脱贫 本已做好艰苦的准备 不成想快乐充实逐渐富裕 却尽收眼底 旅游 种植 雕 还有驴 扶贫落到实处 生活好 才是真理 最难忘 广场上 吃饱喝足之后的 翩翩起舞 还有那些 由衷快乐 漂亮的阿姨 脚步并未停止 工作还有继续 目标很简单 更多的欢笑挂在脸上 更多的钞票 揣进兜里 看到这里的老百姓的脱贫自负的精气神 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高岭村脱贫自负奋斗中 学到的是他们不畏艰难 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坚持艰苦奋斗 创新发展的良好品质 我们也将通过电商精准扶贫 让更多的贫困百姓得到实惠 这次跟着好好学习栏目组 来到高岭村学习脱贫 了解当地扶贫工作 有一种毛色动开的感觉 精准脱贫 精准在用心 为百姓办死事 我相信通过共同努力付出 一定能为全州及全省同步脱贫 尽最大的力量 知标本者万举万当 不知标本者是为忘形 这句话出自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 意思是说 要治疗疾病 首先要充分认识疾病 懂得了标本关系 诊治疾病就可以万无一失 不懂得疾病的标本关系 那就是胡乱诊治了 在深度脱贫地区 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借中医治病 旨在阐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重要性 正如治疗疾病 必须审清病因 分辨标本才能对症下药一样 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需要找准导致深度贫困的 主要原因 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举措 如果说人民群众 实现小康的强大意愿和攻坚合力 是翘起贫困这座大山的杠杆 那么杠杆的支点 就在于精准二字 扶贫脱贫贵在精准 成败细致于精准 产业扶贫 异地搬迁 医疗扶贫 教育扶贫等 一系列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方案 归结起来 就是变大水慢贯 为精准低贯 从千篇一律 转向私人定做 在新时代 砥砺前行的步伐中 握紧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这把金钥匙 就能坚实走好 全面小康征途中的 最后一公里 太阳当空照 花儿对我笑 小牛说 早早早 我又再次悲伤小书宝 我又再次悲伤小书宝 新时代 新时代 哦 新时变 新时变 把门向脚心 出发把少年 好老师 爱的好学生 走到那里学到那 哦哦哦哦 当思想找 何